古山一路上 这部机车直接右转 遇到右边轻轨列车闪灯 要通行 但机车根本来不及 被轻轨直接拦药撞上 到底往前滑行好几公尺 才停下 其他骑士看到这情况 全都吓坏 赶紧上前查看 轻轨列车车头伤得严重 事板几乎整块要掉下来 二十岁女骑士则是四肢插伤 没有大碍 但她却坚持自己骑乘的方向 是绿灯 我过来的时候 我记得我那部是绿灯 然后我就被撞 由于机车在车头底下 卡得死死的 警方跟高姐公司人员 花了好大功夫 直到凌晨一点多 才把机车从车头底下拖出来 十一号晚上十一点多 这列轻轨列车空车 要返回前阵机场途中发生事故 也是今年第八起 轻轨缩班过轻轨这个地方 都是有红一灯在控制 轻轨是绿灯 是绝对绿灯的 应该是大概是机车 应该是有闯光灯的嫌疑 赵氏责任还有待后续厘清 如果真是女骑士闯红灯 轻轨车头维修 赔偿金恐怕只会多 不会少 接着蔡霜及高雄报道